在此同时经济规模升级的还有餐饮业 中华饮食文化各个地方有不同的菜系风味 而到大陆旅游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 像沙县小吃还有兰州拉面 你走遍大江南北的都可以看得到他们的身影 其中沙县小吃全中国大陆有两万多家店面 年营业额50亿人民币比全聚德还高出了将近四倍 各式各样的美食让人看了口水直流 在大陆地方菜系白白肿 但这个品牌遍及大江南北 根据统计全大陆就有两万多家沙县小吃 分布地点远从黑龙江到海南岛都有它的总机 因为方便嘛 其实确实也可以吃的 因为比麦当劳要便宜多 便宜是沙县小吃一大特点 看看价目表 均价只要三到五块人民币 千万别小看这一碗只要五块钱的馄饨 或者是一盘只要三块钱的蒸饺 因为全国各地的沙县小吃 可以创造一年50亿人民币的营业额 50亿人民币相当于台币250亿 沙县小吃一年的营业额是全聚德的三倍 这些小吃不光填饱肚子 而且吃出了大产业 当地政府甚至成立了小吃办公室 负责管理推广沙县小吃这个品牌 沙县小吃是沙县农村劳动力 就业征收的一个资助产业 那这个产业的话 目前这个有近六万人的话 在从事这个产业 沙县位于明北 距离福州250公里 而沙县人会走出沙县外做生意 起因在于导会 90年代初期 这名一代流行标会 遇到金融危机 汇头集体出逃 躲避债务理想背景的人 最简单的谋生方法 就是做小吃 饭口不会很大 就是来个四五十平方的 店就可以做三千小吃 但一进去很快 很快就是说十来分钟 五六分钟可以煮起来的 反正就是十几分钟就可以吃 完全快点 快节 很方便 像我这个店平均的话 就是说礼拜一到礼拜六 有六千块左右 有六千块 后面就是说 比如说我出来做了 我带旁边的朋友亲戚朋友 妈妈一个一个带出来 但事实上沙县小吃遍地开花 政治力量功不可没 这个从来一样动 这个放在湖口这边 这个挤过来 等一下 等一下 不挤了 全沙县二十四万人 农民人口就高达十八万 为了解决过散的劳动力 鼓励农民走出去 沙县政府还成立了 小吃培训中心 专门教开店所必须必备的料理技艺 全部费用 政府买单 免费 八年到现在 总共开办了 三百八十几期的整个培训班 培训学员的话 统计数字是在1.8万人左右 他们的基本上都已经外出 进行这个沙县小吃 目前沙县小吃 吸纳了百分之六十的农村劳动力 小吃的成功也带动了周边产业 缺了花生酱就不可 做不出沙县小吃什么半命的 根本上做不出来了 这样一年是会做了百万 那肯定了 那一百万还说 厂长笑得很谦虚 百万人民币是小看他了 配料公司一年一业额 据了解上亿都不是问题 跟一般企业不同 沙县小吃这个品牌是由政府注册 属于集体品牌 基本上人人都可使用 容易复制草根式的快速成长 但也让越来越多的小吃店 冒用沙县名义 导致素质陈词不齐 这都考验着 这个被小吃改变的现成 该如何应对 感谢观看